你不要裸遲,裸遲之後 我不知道裸到怎樣 裸到只剩下一個大褲 很害羞 找朋友照顧你,那裸遲也很無謂 應該也還有份尊嚴的 所以裸遲之後撈散是OK的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為了省錢 免得公開強積金、保險 然後他就把工作判出來 裸遲之後有份尊嚴的 就殺了那些來做 OK的,其實也沒問題 你可以拌兩個月玩鋼筋 玩鋼筋 不是,那些叫玩鋼筋 炸鐵吧 炸鐵,炸鐵 炸鐵之後你沒有受傷 然後你三萬元個月好像四萬 現在好像做香港TV駕貨車 都說四萬元個月 那你就充幾個月之後 總之你沒有捱到五、七箱 你就休息,OK的 總之家裡沒有問你拿就行了 我遇過有一個年輕人 是兩個年輕的男生 那你有福氣做到兩個年輕人 對,我認識而已 其實沒有後續的事情 這更可惜 對,他們是做些什麼呢 就是好像 阿發仔 你說喜歡那些多媒體製作 他覺得自己去拍片那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一起去搞YouTube Channel 兩條仔 其實他們外形、身高 各樣東西都非常OK 其中有一個 他不是想推銷這些 他想推銷一些性格上的東西 我覺得自己是否可以 我自己可以拍一些有趣的影片 聽黑色就可以了 阿發仔經常賣性格 買黑色 其中他有兩個人 有一個男生 他真的辭職 前面儲了一塊錢 他好像是給自己有一年的時間 他不會做其他 可能因為他要出去拍攝 他要出去剪接 他負責這個團隊的工作比較多 去做這件事 另一個男生 他有份正職 但他的正職可能是 其實會不會是做一些模特兒 各自都是一些本身不太起眼的工作 就開始去做這個頻道 但我認識他那時候 好像他的頻道已經搞了大半年 YouTube 很久 又有IG 總之所有媒體都要霸佔 都要搞些事情 但感覺就是沒有起色 你半年很難的 你們D100那個 有五十多萬訂購 那些影片只有幾千人看 你們搞什麼 你不要罵我們可以嗎 不是 我說事實 大家要多看影片才行 可能我無後顧之 或者破虎沉舟 那他有沒有放棄 現在好像還在繼續 但如果收益效益 其實很容易會令人想放棄 會的 只是我會覺得他們好像又想堅持 但他們做出來的水準 有時候當你去裸池 去做一個 你說投身一個新的副業行業的時候 你是多少要自我鞭策去看你的作品 而不是說我打算這個計劃 就是這樣走 就拍這條影片 你要看受眾或外面的反應 我想問他們做了半年之後 那些影片是不是都是他們兩個 沒有其他人 好像有其他人 可能一起吃東西 吹一下水 這些情況 每個人都出鏡 但聽起來那個感覺 如果我不懂他掃人 看他的時候 沒有東西令我留得低 很容易 可能他們要放低一點點東西 放低一點點東西嗎 不是放得幾兩 就是和魔鬼交易那些 那也未至於 魔鬼交易去找父老影韻衣照就可以了 是 那些都是幾魔鬼 我想他們又想繼續是他們兩個 不知道有沒有人扣過門 想和他們合作 比如說這些網絡的東西 一定要擴大 你去到某個階段 要加一些人一起合作 如果你覺得加下去好像影響了我原本的設計 但你要多些人下去玩 然後網絡世界才會豐富 如果他堅持藝術創作 強一點 仍然都是我們兩個做主角 然後變化很小 因為你和食物一樣 你那間店舖開箱 只是賣壽司 沒有人光顧 那當然是有些問題 可能是地段 價錢 或者一些貨不可以 或者宣傳 好 你幾天搞的都不行 要轉 可能問問人 例如壽司上加些荷包蛋 你要放些新意來試試 不可以太過密守成規 我剛剛找他們的頻道來看一看 用什麼名字 D100Radio 不是 那兩個年輕人 D100也有很多年輕人 不是D100年輕人 我又說另外兩個人 是靚靚仔仔那兩個人 看回他 其實他出片的時間是很疏的 既然有人有空 那為什麼會這樣 多疏法 多疏法 現在最新的已經是兩個月前 難怪這樣 一個星期最少兩條 其實都有方法 有方法 那既然說到Youtube的時候 其實我想說一說 我們現在D100也有另外一個副頻道 叫不叫副頻道 就是 3.14 什麼3 啊 3.14 我以為你說幾點 3.14 我都聽過 這個叫什麼 Mangard Mangard 威法 威法派 不是威法派 威法派 不是威法派 對 威法派 就是威法派 就是威法派 上星期我們都說過一下 今次要繼續說 就是因為 因為來近9月他們正式開始大規模的出片 馬桂開羅 他又開了 對 然後一起跑 然後馬桂 1.35 那他又不是1.35 他就9月1號開始 他不是兩個月做一條嗎 不是 我就對一對 幸好他們不是 他是逢星期三和星期六都會在他們的Youtube Channel 即威法派 對 有點難搜尋 但我估計都可以搜尋到 為何不星期二、星期六呢 為何星期二、星期六 開羅彩 可能大家看過專注綠合彩的東西 就看不到片 而且我發現很多大HIT的頻道 都是在星期三 至少星期三一定會有片 又或者星期六 你可以看一下 好幾個我追蹤的 剛好也是 那天會特別多人出片 新片都是那天更新的 因為在星期六的時候 可能就是休閒一點 早上大家睡醒了 沒什麼做 就看Youtube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影片 對 因為現在的人都是在找片看的 對 沒什麼看的 也不是全部正確 其實現在Youtube上面 也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如果找對 就追個頻道 其實36也是OK的 36是一個好 術數來說是好 3是吉祥之數 楊數 66無窮 你也挺八卦的 亂說 什麼亂說 真的 有根據 有這些位置 以前皇帝的門 不會是雙數 空門 一定是三門 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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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道門 不會是雙數 雙數是陰屬 陰屬不是生生生生生的人 所以 知者真的懂很多 當然 當然是單索解 我們經常在紫禁城的小別 不是紫禁城的參觀 哦 所以大家繼續追蹤 威化派的Youtube 同時他們會在Facebook 和Instagram也有宣傳 Instagram就是 W-A-F-E-R 下底線 P-I 威化派 是P 不懂 威化派 對 Facebook和YouTube一樣 都是威化派 他們說2323 一個月至少 不是一個月 一個月有兩條 一個月就差不多 有八條片 對 大家不要當它是D100 因為它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譬如 你們自己有可以進去看 其實他們應該的方向是 年輕很多 所以 你們看到顏色和用色都很年輕 我們漏東西未必留言 譬如被人抖 任何人L的公仔 都是威化派其中一個眾神幫你畫的 我有一點點不喜歡 因為 它應該是參考 死亡筆記的L 這個也是我願意 但它畫得L比較肥 好像生炸菜 不算 在吃東西 它吃甜品 很少吃薯片 它拿著一袋是否是薯片 薯片 很仔細 而且它坐著馬桶 不是馬桶 那是舒服的鋪筍 死亡筆記 它是蹲著 它現在是蹲著東西 它可以蹲在椅子裡 有空間給它 給你空間感 所以威化壓都可以 所以他們會精品地出很多影片 如果不同公司的同事參與 可以看一看 好 這是好的裸詞 它們沒有裸詞 沒有嗎? 它們不是辭職 它是除了公司這些行常運作 會幫忙做節目之餘 但是它們會擠出更多時間 再做影片 再做不同的內容給大家看 不要只看youtube 不要只看其他youtube或D100這些節目 如果有些輕鬆類型 它們都可以有 如果我是大班 聽到就很安心 那些同事這樣 每個人自動幫忙做事 對 最好不用出糧 撐你啊 這個就不行了 每個人都拿詞 如果你說不出糧 都沒有分別 對 我可以當拿詞 不如你跟 Alo 你跟大班和蔡總熟 跟他們說 即是加我們工資 加少許也好 這件事不可能 為甚麼 我沒有他電話 回頭給你 不過我們講開那個工作 其實有時候 你可能不喜歡拿詞 往往是因為覺得有壓力 所以現在這個空間不太舒服 現在我準備了網上找的 有幾條問題 嘩正 我追了答答問題 但這些問題不需要太長篇解釋 但如果你有感而發 是可以絕對去講的 你懷疑很想回頭的中間 對 提早吵架 你說我現在沈氣 不是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有17條問題 我有大把時間 我有時間還沒死 我知道 我們要播三文 叫下一個節目平了就行 下一個是哪個節目 不行 我們要按下節奏辦事 一定要出計 原來這麼黑板 OK 好 我們先跟著這個flow 你始終來了我們這個空間 好 這一題就是 是一些問題來的 這些問題你要自我檢視一下 你覺得自己 從未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即是在過去這個月 還是間中發生 還是經常發生 你就記住自己有幾多個從未發生 幾多個是間中 幾個是經常 就是要計分 對 你可以大概記住 你是哪一樣東西 因為要計分 有幾多個選擇 從未 從來未發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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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零分 間中發生就是獲得一分 經常發生就是兩分 就是在過去這個月裡回想一下 從來未發生是零分 間中是一分 好 經常發生是兩分 OKOK 第一題就是大家自己有聽眾 都可以跟著我們一起做 還有我會把這個題目 都放回Facebook 大家可以自我評估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些壓力的警號 要變一變 好第一題就是 覺得手上的工作 太多無法應付 經常還是怎樣 還是間中 還是從來未發生 對 這個選擇 我沒什麼做應該是零 是嗎 OK 好 然後第二題就是 覺得時間不夠用 所以要爭分奪秒 例如過馬路 會沖紅燈 說話 說話 都會很快 走路都很快 什麼事 是OK了我走了 好 這些狀態出來 明白 我選了 第三題就是覺得 沒有時間消遣 經常都會掛著工作 即是放了工作之後 回到家就 唉 明天怎樣 還是我今天的工作 其實做得不太好 是不是下星期有些項目要趕 有沒有這些情況 會經常這樣想 是的 第四 就是遇到挫折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發脾氣 哈哈 遇到挫折發脾氣 這個比較難 我從來未失敗過 挫折一定成為失敗 算了當我沒說過 你可否重複這條問題 不好意思 第四個問題就是 遇到挫折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發脾氣 你是從來沒有發生 經常 還是經常都發生 噴折程度 1 2 3級 好 第五題就是 怕別人對自己的工作表現的評價 即是很怕別人提出意見給你 跟你說你好不好 包括一些家裡的表現 工作的 說工作的 家裡是什麼表現呢 L哥哥 例如是能力方面 是主送的能力方面 哦 不 這裡是專注在工作的 你看看你自己是怎樣評價 好 第六題 覺得上司和家人都不懂得欣賞自己 上司 即不是那個蓮花笑冬金剛上司 真是那些老闆的上司和家人 即是不欣賞你的努力付出 好 第七題 擔心自己的經濟狀況 嘩 有沒有十分選 除非家裡有很多 十分 沒有 你選擇最嚴重的分 幫你加起來 都是有個結果 好 麻煩都不用測試 應該是屬於最嚴重的整個 好 好 第八題 有頭痛 胃病 這些緊張性的毛病 經常都治理不到 即是你看了醫生 但吃藥後 偶爾又痛過 又不舒服 好 第九題 就是 需要借助煙酒 藥物零食 去控制你不安定的情緒 我覺得法制一定 如果我撇除了不安的情緒 那你平時吃藥喝酒 那些算不算呢 其實不算 即是說 當你Nervous 覺得不行了 一定要開支煙 喝酒 才會舒服 有沒有女兒 譬如你叫緊湖 很緊張 然後你點支煙 那些都會當成 不如一個人工作 工作上 譬如你很緊張 之類的 因為我沒有吸煙 喝酒這個習慣 但我會知道自己壓力大 會特別想吃薯片 不知為何會 晚上 可能我晚上下班 就會 哎呀 去漆仔 買薯片 你算是正常 有些人 買幾顆蛋 在家裡 不停敲到碗裡 對 但是不要 不吃的 然後倒回去 它要破壞一些 這個動作 類似 有些人拿一些 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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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捉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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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 那些工人經常交的,他怎樣燒叉燒 他經常都是蒸肉餅 燒叉燒,哪些工人燒叉燒 有,他有焗爐嘛 好,第十二題差不多完了 跟人交談的時候會打斷對方說話 即是你等不到別人說完 你就覺得要插嘴,要說話 好像現在我插你嘴 做節目這些不算 當然是正常工作交流 做節目如果不插嘴的時候 那個人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有啊,有些人很討厭的 經常說我知,我知,我知 很多的,很多的 跟他說了之後,他說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又問 傻眼神 但記住這個打斷人說話 不是別人打斷你的廁所 是你打斷人 你打斷人是經常發生 還是偶爾沒有發生過 好,第十三題 上床之後思潮起伏 想很多東西不能睡覺 是不是花式那種名言主 都是說一個人睡覺 可能你花式完之後 你再一個人睡覺的時候 是不是立刻睡得著呢 花式完還要想工作的事 真的很大壓力 是啊,有沒有呢 有沒有呢 有,答過了 即是想很多東西 睡在床上已經累了 明天有什麼做 剛才有什麼做 睡不著 公司有什麼沒做 那我就沒有 那你就幸福了 好,第十四題 工作太多 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做到盡善盡美 這個經常都有 我也覺得經常都有 好煩啊 這個LOS經常都有 所以逐次叫做卸組 有些不是那麼重要的事 即是那個同事或那個老闆 你不太喜歡的 那就差一下分算吧 譬如叫你幫你幫他的車打立 蛤,這些超空的 你也要做吧 道理上… 哇,不用擔心嗎 神經病 有些叫你幫你買紅豆沙 你也要去吧 第十五,就是當空閒的時候 一放鬆就會覺得內疚 放鬆走 空閒的時候放鬆走 這些要看精神科醫生 這個又少一點 好,第十六題差不多結束 做事比較急,任性 但做完之後就很內疚 這個也有 很急躁 就說應該是這樣的 跟別人說完之後 糟了,我剛才是否有什麼問題 不應該這樣做呢 下訂單的時候 就經常都是這樣 你趕快一點 這樣就行了 你不笨 言語傷害的同事 對,很容易吵架 他沒有的 他通常你高級過他 背負過他 高級 我好像看到髒話 不是,高級 你高級過他 他就鵝鵝鵝 你看他鵝鵝幾次 像一個純紋一樣 你便刺激到空拒 其實也不太好 我們要適應蠢的人 所以要慢慢跟他說 對呀 你遞高一隻腳 然後跨過去跳下去 這樣就行了 這樣就行了 跳高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不應該繼續做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 我經常都問這個問題 以前打工 為什麼會在這裡 所以現在就要計算分數 因為他有幾個程度 即是計算有分 即是當你選擇了 偶爾發生的 代表值1分 整天發生 就是2分 那你就看看你現在有多少 我計算了 多少分 我14分 也是比較低的分數 我也是14分 我現在計算了 我立即改 我不想跟阿花一樣 我是10 就算了 1 2 3 4 5 6 我也計算了 我竟然是最少分 你居然是最少分 你多少分 我11分 我先改一改 可以這樣改 那我講一講 大家可以知道 你的分數是什麼程度 如果你是0至10分 我們現場三位都不是 就代表你的精神壓力是低的 只是可能顯示你生活是缺乏刺激 工作可能比較簡單沉悶 你個人做事就提不起勁 你的壓力來源未必是來自工作 未必是來自壓力 你尋求刺激 你尋求刺激就是玩些賓豬針 可能你其實要找工作上 應該是有什麼更加有樂趣的事情去發揮 如果你覺得現在滿 工作沒什麼樂趣 不過我們公司我覺得工作是可以有樂趣的 是 怎樣呢 大羽不是在這裡少了很多樂趣 不是這些 會不會 罵你的那些 不是 可能我是覺得自己去突破自己有的東西 現在有的東西既然穩定的時候 可以玩一些新的玩法 好像威法派一樣 既然香港台都已經穩穩定 有網台節目 要花多些時間試試另外一個新工作 調動你這個原本 可能叫做 一色一樣的 對 對 如果你是11至15分 我們原來是同一個類型 三個都是 這樣我都可以做智者 真的不幸 智者不等於沒有壓力 對 他也可能有點壓力 只是負擁 每個人身體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對 他生在 你跟我同分不代表跟我智慧一樣 明白嗎 是說壓力 對 這個11至15分的人 就代表你的精神壓力程度是中等的 雖然有些時候覺得壓力很大 但其實你還是可以負荷到 好 恭喜阿發 恭喜阿威 很大都可以負荷到 嘩厲害 這個 15分以上 確定壓力不同 有些人很容易崩潰 16分或以上 就是精神壓力偏高 應該要反省一下你的精神壓力來源 去尋求解決辦法 就不要再繼續這樣 因為可能繼續下去的時候 你只會越來越辛苦 還有現在很流行 又不是很流行 很容易大家會有些情緒病 變成病的時候大家都不想 沒錯 一定要找專家幫 如果不是真的影響生活 工作 身邊的人那些都很大影響 是的 其實很感謝有專家 肯留下兩個小時 知者 任何人留下 在跟我們聊天 因為請他來又難 遠 雖然他有個魂 可以坐過來 但是他願意跟我們兩個 年輕人聊聊 我覺得都 知多了 叫做 不同層年紀的人 或者不同一個 打工仔以外角度的人 其實他們怎樣想 這件事 沒有了代溝 現在眼睛闊了 我教一些資料給你們 剛才你那些說話 可以說得再美輪美換一些 例如說 今天可以跟任何人L 做完節目之後 莫益良多 簡直你好像入大學進修 希望任何人L可以再來 但我的性格不是這樣說 這句有些假 所以你就死定了 不是 我都要說回我的性格 或者我的風格的說話 你才選得真誠 要捧到你上天 你看我開始縮了 是嗎 這個節目就是完 對 這個節目就是完 所以大家完結後 輕輕鬆鬆放過工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 自己有 請訂購D100香港台 直播重溫及下載收費服務 一年一千元 付款方法非常簡單 你可以親自去上環D100專門店 或者現金ATM銀行櫃圓機轉帳 去787-087-998-883 或者用轉數快 或者登入D100.net網上PayPal訂購 自己有 請訂購D100香港台 如果有任何查詢 可以電郵去 info at D100.net info at D100.net WhatsApp去 91671611 又或者打電話 22971999 一起把聲音留住 續訂D100香港台 延續節目人才